本年鞭海地区的農業 因為受到鞭文貴官加上天氣好水的影響 這是農民很大的損失 台所為了關懷在地農業的發展 特別基盤農業新散金 他們的福德各位 請我們的輔導團隊 就是王教授 朝陽大學的王教授 還有台塾環保家的輔導團隊 今天是 我們現在輔導團隊都做31號 我們的對象是 我們現在台生、白療、世偶 當時這四個鄉頂 都做這四個鄉頂的農民 一些比較專業的這四個鄉頂 讓我們就比較專業的鄉頂 來跟我們做一個項目的介紹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在技術上 跟我們合相研究一下 這件福德隊上主要是 鞭海地区的農民 福德團隊是 特別為台中來的台下教授 農業輔導團隊主要包括 兩大部分的人 一大部分是我們朝陽科技大學的團隊 包括所有在農業現場 限定時候經營的 專業知識的一些輔導 另外一個參與的團隊就是 台塑環保公司 因為台塑環保本著回饋社會 回收這些有益的資源 再給鄉親來利用 台塑未了管理博曉禮表示 這兩三年來都是希望幫助 在地農業發展 所以台塑環保護才能了解 是不是真的有幫助到農民 拿出一些數據 還有一些要怎麼樣 撕毀用毀 還有一些土壤的毀利 我們去檢測有一些 磕水的根據之後 讓他們去了解 我們今天是 已經推動到31戶了 讓這些農戶來辦個發表會 讓這些有興趣 來參與這個 那個福島的農戶 能夠來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真的對他們有幫助沒有 頭過專壓林安的既得 台塑農作部的品質 沒有增加農民的修立 在地去要發揮關懷鄉親的精神 也替分農這個土地 他們做一個不得的農業環境